語言演放藝術名家梁子剛 主編播講 順德大良 別稱為鳳城 以遠遠留長 豐富多彩的美食文化 似名中愛 歲月流轉 鳳城美食這塊金漆招牌 始終歷久上身 不斷演繹著一段段 令人回味無窮的美食傳奇 鳳城美食傳奇 李鴻章 澄清鳳城人生 讚稿 關耀團 改篇播講 梁子剛 各位聽眾 一講到食魚生 醫學界歷來都有 腎食和小食的忠谷 家欣現在何度污染 說吃了很容易得寄生蟲病 只不過 但凡特登來順德找食的朋友 有不少是專門充於順德餘生這塊招牌來的 家欣順德餘生 以選料精 刀漿靈 配料講究 而遠近聞名 故此 古有盤死食何斷 金有盤病食魚生 就一點都不出奇了 查實魚生這種食法 由來已久 根據文字的記載 食魚生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先存 舊真時 魚生稱繪或魚繪 在徐代時 製作已極之巧舊 就算連大名鼎鼎的唐代師姓 杜甫 亦是魚生的法燒友 他曾用無聲世下飛碎雪 去描寫唐代大廚 製作魚生的高超刀工 又用 放著美國 金盤空來形容 食客在傾客之間 就將魚生一掃而光的場面 好 現在我們閒話休題 講述順德餘生 順德餘生 一向方明遠波 尤其是順德的鳳城餘生 他的威水史 據說還和清朝末年的朝廷終臣 李鴻章有關 話說 當時在順德大娘 有個年紀若莫三四十歲 姓王明仙 花名叫野仙的人 他是康賢時代的名徐 黃小魚的後人 野仙就是無拘無束之人 他繼承了早輩高超的徐毅 尤其是那一手 令人嘆為觀止的製作魚生的功夫 他一旦動起刀上來 就像潰如飛 可以在喝杯茶的時間 就將整條魚煎皮起肉 切成大小一樣 厚薄均勻 每一塊就算拿來蒙著眼 依然可以看到野的魚片 吃魚生 最注重的就是一個仙字 故此野仙的冷守魚生 就大受歡迎 遠遠近近的人 都以吃到野仙的魚生為榮 有些闊老 甚至還說非野仙做的魚生不吃 那麼久而久之 野仙的大名 就一傳十 十傳百地傳到廣州 在那年的夏天 有個在廣州十三行做事的鄉里亞貴 就受了老闆 伍亭光的差事 鑽一番大糧 拿足上前來請野仙出廣州做魚生給他吃 那伍亭光是何許人呀 原來他是明文世界的中國富翁 伍炳鑑的後人 伍炳鑑這個人就花弊了 他的先祖 在康熙初年就定居廣東 開始京商 到了乾隆時期 伍炳鑑就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位世界首富 當時他的資產 大概有二千六百萬元元 那時清政府的國富 也僅僅有七百萬元元元 那大家可想而知 伍炳鑑的元宣 伍亭光 就算衰極 難船都有三斤釘 那有這樣的大闊佬 專一找人請你野仙 換了第二個 就沒有鞋拉一隻隻 避身扑去 但是野仙自由慣了 居然耍手兼領頭 說不去吧 那亞貴的叔父就說了 唉 野仙這庭人 在鄉下就用得了 入到廣州城 人才仔仔 他哪壞得起啊 怎知這句說話一出 當堂激到野仙 生蝦地跳 他說了 一會就扛我鬧夜 廣州而已 甚麼這麼厲害 就算是皇帝住在京城 我契弟不敢去 嘩 正所謂 小孩怕生跡 大人最怕激 一拋牛膏頸的野仙 不驚不覺就中了亞貴叔父的激象法 生氣爆爆地捲起一把魚生刀 撿了兩件換洗的黑膠丑三褲 就連夜跟著亞貴 坐花美島去廣州 有些聽眾可能會問 廣州沒有刀嗎 野仙為何這麼著緊的刀呢 原來 那時順德一帶的鄉民 大多數以養蠶為生 剛好枯化的幼蠶 細如法師 養蠶的人 就要用把薄得像沙子般的桑刀 先把桑葉 切到像煙絲般幼細 才可以餵到一些幼蠶的 野仙的魚生刀 就是找大梁街最著名的打鐵師傅特製而成的桑刀 這把刀就鋒利無比 有吹無辣斷的功效 故此 這樣的賺食家生 野仙又怎會輕易讓他離身才可以 野仙應邀去到五庭光家後 這個日 他就當眾撈起一條大渣魚 拿出自己的寶刀 落手炮製魚生 這時 幾個五座的家徐 立即圍上去 問個吳亭 當然是想趁機透視 野仙就喜歡廣交朋友 幾乎有問必答 他這樣說 整魚生就沒什麼難 北外乎工多藝術 不過有幾樣東西就一定不可以隨便 你給魚的過頭 兩斤半左右便是對的 有個就問了 阿聖哥 怎樣才弄得魚生又好看又沒有血絲呢 野仙哈哈一笑 隻手指著養魚的木盤 只見幾條大渣魚正在水裡游著 沒什麼特別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 野仙一伸手 撈起一條大渣魚給他們看 眾人一看 原來渣魚的下巴和尾部已經被分別割了一刀 只是野仙的刀塊 不斷在處流血的魚 並不覺得痛 還是相當生猛 野仙對著眾人說 魚血放得越清 只能夠越是保持魚肉的彈性 也且 魚肉過人手的時間 不要拋太長 若不是 魚肉便要 down� Mc⁉ 正如生 最記是那啥 野仙在潭孕之間 已經將一條大渣魚剝皮擦骨 切肉起片 上蝶子片 fing花 眾人只覺得一耳眼花了暖 都不知道哪走哪路 大眾都知道,則如肉雖則是鮮美,但全身都是骨 肉亦不算肥厚,不是高手,真是不敢操刀 野仙這種好像玩雜傻的手藝,當堂就忌經四座 其中有一位穿著考究,風度偏偏,整口經康的中年人 尤其對野仙賺不絕口 野仙在旁人的說話當中得知 這位逆觀逆傷的人物,叫做聖孫懷 是當今朝廷大元李鴻章的契仔,五庭光的頭等上奔 聖情中人的野仙,並不在意 戒因她說知你誰,她都是愚法炮製的 那戒因野仙是大良人 大良公的冷守儒生,在十三行很快就聲明軟薄 甚至乎平時那些跟五老闆不是好熟的翻軟薄 亦借頭借路以傾生意為名 故意就找機會登門試下,被人傳到神乎其神的信德如山 搞到初時約好說請野仙做一個月的,亦不得不加到三個月 那到約滿之期,五老闆就很想重賞野仙 誰知這個野仙就堅持不收,說拿夠約定的工錢就算了 他這樣說,要這麼多錢來幹什麼?我有張刀就夠飲夠食了 哈!這個野仙就真的這麼有性格了 那麼野仙回到大良,依然喜歡幫人做魚生 一樣賺夠食用就算,過著那些優災猶災的神仙生活 那麼大概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十三行的阿貴又來找野仙 只不過,還有兩個腰圓綁闊的北方人跟著來 野仙的人是很眼瞻的,一眼就認出 這兩個北方大赤佬是聖孫懷的跟班 這兩個跟班跟野仙說明來意 說是聖孫懷,重金聘請野仙 上京做魚生給李鴻章,李中堂品嘗 說,原來聖孫懷這個人,精通洋務貿易 無論在官場、商場,都是左右逢願,好得李中堂的鍾意 還認他做契仔 那麼聖孫懷自從在五庭光那處吃過野仙的魚生之後 一直就念念不忘 到他回到京城,見到李中堂 閒談之間,就將在廣州食魚生的經歷 向契爺七情上面形容一番 那時正直下跪,天氣炎熱 加上當時內憂外患的政局 令李鴻章整天吃東西都沒什麼胃口 一聽到聖孫懷,講到魚生這麼棒 當即就叫聖孫懷 找人去大娘請野仙上京 要過一下魚生癮 那麼野仙這一趟 一來知道李鴻章不是一般人 能夠為他整如生,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二來自己發夢都出去京城開下眼界 甘雲單止不用錢,還有達官貴人請到 那還不順水退就答應呢 那又話則長,無話則短 那麼野仙一路就風塵朴朴去到北京 休息了兩天,養足精神之後 就被聖孫懷親自帶去中堂府的大錘房 那原來裡頭,一早已經有五六個家徐 在這等著野仙 聖孫懷釘了野仙幾句 又要各個家徐聽從野仙的安排 無必要使得中堂大人吃得開開心心地說 講完之後,就轉身出去了 那麼跟手有個聽說是李府總徐的高佬 好,面上帶著幾分高傲地跟野仙講 這裡什麼魚都有,有北戴河的鱷魚 永定河的側魚,百運河的鱷魚等等 你喜歡哪種就解哪種 野仙一點都不敢太慢 他先安排好家徐做角色的配賽 接著就撈起一條永定河的大側魚 快手快腳,落刀放血 那正在這個時候 李府的大管家進來對野仙講 說李大人有話要問他 那麼野仙的心當堂打了他的特 就跟著管家走到前院大廳 只見大廳這處 佈置得富麗堂皇,貴意氣十足 燈火通明,照到整個廳如同白咒一樣 據中的太師椅上,坐著一個樣貌威嚴 身材高大,穿著一件灰色絲布長衫 頭戴黑色絲質瓜皮帽 若望六七十歲 留著八掌左右長短銀鬚的老人家 那盛孫懷就坐在老人家的左手邊 周圍還坐著幾個 衣著極之講究的人客 左右站了幾個如花似玉的丫鬟 真是好一個忠明頂食的氣派 那麼野仙才知道 這個老人家一定是李鴻張頂 就走前兩步,作了一個一 李中堂擺擺一手,說了一句 勉勵,聽說你有一首杯茶繪如山的告詞 老夫今天就想當免一島為快 那麼野仙就應說 大人,草紋這些只不過是雕蟲小忌 既然大人高興 小民就嘗試蒙眼起魚片 以助大人你的雅慶 這句話一出 堂上忠仁即時就半信半疑,議論紛紛 說這麼快,盛宣懷已經叫人將野仙的喪刀 和剛才放乾淨血的永定河大測魚拿過來 只見野仙叫人用黑布將自己雙眼包緊 然後抱拳拱手說 獻醜了 接著就將大測魚手起刀落 削鱗、剝皮、起肉、切片 只見手上的利刀就好像生了一雙眼一樣 兩大塊魚肉 轉眼間就如同十月飛雪 厚薄均勻地在白瓷碟上面 鋪成一朵大谷花的樣子 那麼野仙停下手中的刀 李宗堂和客人的龍井茶都好像沒怎麼動過 那麼野仙的手藝看到人們目定口呆 李宗堂就不斷點月頭話了 果然好手藝 李宗有史話 夫兒忽姬、尚度肺 紅肥花樂、白雪飛 看來就是這種意境了 那麼李宗堂的說話 正正是講中眾人的心思 引來了一陣附和的喝彩性 雖然李宗章高興 但是那個大總管就相當擔心 為甚麼呢?怕側魚骨多 萬一喜不清 啃親中堂大人是不得了的 故此 他專一夾了幾塊魚片 放入嘴樹一吃 便樹又一跌骨 他忍不住就豎起大拇指 連聲佩服 夜線就馬上又用鱷魚和鱷魚 割造了幾盆魚生 說要等大人有個比較 這樣說 剛好收拾停蕩 就有四五個丫鬟 將做好的魚生和配菜 用個金漆托盤來裝著 一一擺放在中堂和客人前面的八仙桌 說 李宗章並不急著吃 他鱷魚生 他鱷魚生 鱷魚生 在燈光下 左看右看 只見魚片 果然是鱷魚善逸 黃正透明 沒有的多血絲 好像鏡面一樣 還呈現出彩虹一樣的光澤 另外 配菜翼五光十色 配菜翼五光十色 相當好看 有紅色的紅辣椒 紅蘿蔔絲 綠色的青椒絲 檸檬葉絲 紫色的洋蔥絲 炸芋頭絲 等等等等 另外 還有蒜片 薑絲 蔥絲 沙角絲 紫天椒 酸矫頭 黑白芝麻等等 總之就數之不盡 最得李宗章喜歡的 在晶瑩透亮的魚生片上面 那些檸檬葉絲 就好像冰面上面的蟲蟲綠 好像冰面上面的蟲蟲綠 令人看到都已經周身的糧衣 食慾大增了 那李宗章 雖然是吃盡真羞百味的人 但是這樣的食物 確實亦見所未見 他量一點頭 在側根示菜的美女 即刻就用筷子 夾起幾塊魚片 沾了沾醬汁 撈好配菜 放在池碗裡頭 送到中堂的手上 李宗章吃了一口 細細的品味 只覺得香滑爽脆甜酸辣俱全 嗯 當堂就滿口生津 胃口大開 忍不住就激掌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天堂美食 亦不過如是 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李宗章又一年氣吃了幾絕 只不過 吃下吃下 他突然間面識一沉 就斥問野仙了 哼 你這個山野村夫 弄到這麼多的碗碗碟碟 是不是有心來愚弄老夫 讓老夫給你幾個賞錢 誰知野仙就淡淡定定地說 大人 就算給個沙江小人做膽 草民都不夠膽 草民為大人製作的餘沙 除了講究選料刀工之外 小菜配料等等 亦要精心準備 總共有一百零八樣小碟 民間稱為一百零八將 其中 醋醬嚴堂 分成四個方陣 由岸、赤、橙、黃、綠、青、藍、紫、白、黑 這九種顏色來擺放 因這樣 才是色香味形齊全的奉承如生的大人 怎知中堂一聽 又問了 嗯?你的味料以醋為首 是甚麼緣由呢? 野仙又思思言地說 大人 醋有米醋、陳醋、香醋、符醋、白醋和果醋等等 又以山西老陳醋 是醋中之首 不單只能生醇健脾、殺菌開胃 並且食如生一旦沒有醋 就好像大人寫字沒有了靚脈一樣 野仙這一番自由淡定的回答 學得了滿堂的喝彩 李中堂也一邊捏著鬚、一邊笑著地罵 哈哈哈哈 看來誰就是不受騙伏 但亦的確有幾番能耐 你願意留下來事後老夫嗎? 怎知野仙這一趟反而荒失失地說 多謝大人錯愛 只不過草民散漫慣了 怕事後不好大人 草民還是喜歡回鄉下 過些自由自在的生活好了 李中堂又罵了他 哼!真是大王狗坐花橋 不識台舉 你下去吧 野仙是當堂鬆一口氣 開開心心地退出去 那可能有些聽眾會問 為何野仙被李鴻章罵 還反而這麼高興呢? 原來 盛孫懷的跟班 在路上就交大過野仙 李鴻章喜歡周不時罵人 尤其當他認為你是可以栽培的人 就更加落多幾錢欲緊 那好吧 我們現在再說回 今天的鳳城魚沙 你要食家說 現在大致有乾拌和濕拌的食法 而且冬天和夏天又有不同 冬天要先拌魚肉 再拌配料 讓魚肉充分吸收配料的香味 那夏天又剛好相反 家因這樣才能夠保持魚肉的鮮味 那鳳城魚沙 多數用食相隔為斯文的乾拌食法 聽說就是源自野仙 味料通常就有生油 醬油、細鹽和白砂糖 配菜就比野仙那時的一百零八種 精減為二十幾種 食那時可以喜歡那樣就食那樣 那時至今日 雖然食魚生的人不合得上以前那樣多 但是 順德魚生 依然對無論本地或外來的食客 有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吸引力 故此順德人就有一句口頭閃 說魚生狗肉不請自來 那香港的美食掌護專家陳夢恩先生 就以愉滿中愛來形容順德魚生 那他還說 現在的海外華人 每年一度人日 都喜歡順德魚生來識 寓意在新的一年 攔得風生水起